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 这个中央推动快筛实名制 对此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就质疑说 政府花了100亿买了1亿剂的快筛实剂 那民众再以每一剂100元来购买 等于是花掉了200亿 这个数学的算法引来争议 那么其实杨志良在2015年的时候 就曾经在脸书上头分享 自己就读成功高中时的成绩单 他高中时数学成绩只有23分 他说从小只要讲到念书 我就是个吊车尾的 不过我的父母也不介意 只叮咛做人做事为要紧 那么成绩只是数字不代表人生 那么昨天他也质疑了这件事情之后 说不是花了200亿吗 结果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 就翻出了这个成绩单 很酸杨志良 杨前署长荒谬的数学 荒谬的理论 荒谬的想法 让我们只能赞叹 人生充满了希望 像这样数字的人 都能够是国民党马政府的精英 担到部长级的人物 那我们任何人努力一点 我们应该会更好 那杨志良的问题在于 他担任过卫生署长 从他当署长的任内 事实上当时的法令就禁止 中国制的血清相关的制品进口到台湾 他却不断的要台湾买中国制造的疫苗 而现在他又买了中国制造的快筛试剂 却忘了从自己当署长到现在 中国制造的试剂要进到台湾 也有一定的程序要走 却不断的敲锣打鼓 忘了法令 罔顾法令 只会逼台湾 要接受中国制造的疫苗 或者是试剂 我那张成绩单 什么时候拿到的吗 是成功中学校长 搬给我杰出校友的时候 给我的成绩单 我本人也是师大的杰出校友 也拿了台大的杰出校友 美国密西根大学 特别派专人到台湾来 还带了礼物 搬给我杰出校友 某一方面我要呛一下 王静宇立委 他当立委 是吃台湾人的肉 喝台湾人的血 对于今天所有政府的乱象 他有咨询过什么吗 他有让政府改进什么吗 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我反过来说他下三难 他可以说我下三难 但是我就是这么厉害 我数学就是不及格 但是我可以写生物统计学宣论 让台湾几乎 我不敢讲百分之百 最少三分之二的医学生 都要研读我的书 好回到这个疫苗的话题上头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要打疫苗 各地才依照这个中央 只是完成了儿童莫德纳疫苗的规划 结果现在传出 BNT要到货了 恐怕会影响家长意愿 也打乱这些接种的计划 那么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 除了痛批将帅无能 累死三军之外 他又在批评中央 不是有什么疫苗就打什么疫苗 疫苗规划要用心去做 那么台北市长柯文哲就直言说 这实在是三条线 台中市长卢秀燕 跟嘉义市长黄敏慧都反映说 家长对这样的情况 很纠结 很焦虑 到底要选什么 还不知道 那么卫福部表示说 完成了签订BNT疫苗供应协议 采购了有220万剂的儿童疫苗 还有180万剂的成人疫苗 最快最快5月中就会到货了 那么何时要让儿童幼童 可以来接种BNT呢 对此陈时中是表示说 行政上的流程会尽量快 大约是一个月左右 不希望拖到6月 那么陈时中也说 这个幼童可以开打BNT 会需要一些这个作业流程的规划 大约一个月是合理的等待时间 可以让家长多一个选择 更可以理性判断 要不要让小孩接种疫苗 不过接种疫苗 整体看起来 他说是一定利大于弊的 打一定会比没有打好 那么这边也为大家整理出来 这个关于小朋友接种疫苗的 一些这个问答 大家关心的 包括了像是儿童 可以打哪一些品牌呢 包括了莫德纳 莫德纳打的剂量是半剂量 大约是0.25ml BNT每剂是0.2ml 那至于这个常见儿童 会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呢 在莫德纳的部分 副作用可能会出现 像是注射部位疼痛 疲倦 头痛 肌肉痛 胃寒等等 或是注射部位肿胀发红 那么打了BNT的副作用 可能会出现这种部位疼痛 发烧跟莫德纳很相似 那么另外呢 这个全球有800万名儿童 打BNT有11位 出现了心肌炎的状况 在这个 还有打完疫苗 什么状况之下 要就医呢 大家要特别留意的是 如果呢 打完这个疫苗之后 小朋友持续发烧 超过48小时 严重过敏反应 像是有呼吸困难啦 气喘啦 晕眩 心跳加速 这些副作用的话呢 一定要尽快就医了 也提醒这个家长们 要特别留意 那么这个6到11岁的小朋友 5月2号就可以开打 莫德纳疫苗了 不过校园里头 大多都已经完成了 莫德纳的家长医院调查 现在呢 又宣布BNT儿童疫苗 5月中会抵台 现在很多家长都犹豫了 柯文哲痛批说 这个同意书又要重新换 真的三条线 很傻眼 下周6到11岁儿童就要开打 莫德纳疫苗 指挥中心又突然宣布 BNT儿童疫苗完成签约 220万剂疫苗 要努力甘在5月中旬到货 但儿童到底何时能打得到BNT 但我也没有那么大把握 时间上大概抓一个月 当然不希望到6月多了 我们当然尽量快 希望甘在6月前 若有家长先预约莫德纳 想改BNT也可以收回同意书 最后一刻反悔也能不打 强调家长能自由选择 但中央政策变来变去 家长抱怨连连 中央儿童疫苗政策也掀起地方板台 北市副市长蔡炳坤就批评 校园都已经完成莫德纳疫苗的 家长意愿调查 现在又突然多出个BNT选项 造成7层执行混乱 怒呛降帅无能累死三军 家长都担心孩子被当白老鼠 大多观望中 到底儿童该不该打新冠疫苗 医师这样说 第一剂还是先打 副作用通常统计起来都还蛮低的 认为至少先让孩子打一剂疫苗 形成保护力 问题是瞬息万变的中央政策 却让家长无法安心 记者和孟前章又此成一肉 台北新主采访报道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选择这一组是4公升的雾化器 装满之后就可以连续来喷8个小时 如果你空间比较小一些些 您可以适合这一组比较小的 攜带型的USB插头 这次可以喷2到4个小时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 go 请不吝点赞订阅